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产胆汁的肠渣是肝脏 刚生产出来的胆汁浑身泛着bling bling的金黄色 胆汁不光颜值爆表 能耐更是无穷 它不光能消化油脂 刺激肠蠕动 还能抑制细菌呢 接着看胆囊 胆囊是储存胆汁的小仓库 藏在肝的后面像一颗小绿笛 最多能装下约60毫升的胆汁 别看胆囊个头小 浓缩胆汁的功能可厉害了 胆囊把胆汁里的水和无极盐直接吸收掉 胆汁就变浓稠了 据说浓缩个五到十倍 一点问题都没有 被胆囊这么一浓缩 胆汁就从金黄色变成深绿色了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胆管 凡是跟胆汁运输有关的管道都叫胆管 胆汁从生产厂家肝出来去仓库胆囊走的是胆管 胆汁从仓库胆囊去工作车间长道也得走胆管 胆管在不同的位置又有不同的小名 在肝脏里头的叫肝内胆管 出肝脏后的胆管叫肝总管 胆囊出口的那段又叫胆囊管 胆囊管与肝总管汇合后称为胆总管 胆总管最终开口于十二只肠 把胆汁送进肠子里 查播一句 有胆汁的地方就可能有胆结石 长在胆囊里的石头就叫做胆囊结石 长在胆管里的就叫胆管结石 接着看胆汁的工作车间长道 哇 红烧肉真香 来一波 可是肠子受不了啊 搞不定这些油腻腻的家伙 咋办 赶紧派出胆囊收缩素 让他控制胆囊 快来点胆汁洗洗 胆囊收到指令 立马收缩 把浓缩胆汁挤出来 胆汁一来到十二只肠 就把那些大块头脂肪 迅速拆解成脂肪小颗粒 被拆解后的脂肪 才有可能被小肠吸收 最后说说胰腺 胰腺隐居在左上腹 具有超级强大的分泌功能 血糖调节界的翘楚 胰高血糖素和胰岛素 那可都是胰腺分泌的 当然咯 胰腺分泌一叶 貌似更加合理 一叶通过胰腺管 进入十二只肠 与胆汁双剑合并 使脂肪的消化吸收更高效 镜头 给我调回到 胆汁把大块头脂肪 拆解成脂肪小颗粒那里 被拆解好的脂肪小颗粒 那也还是脂肪呀 一叶就不一样咯 那是彻底给脂肪 来了个化学分解 直接把脂肪 变成了身体能够吸收的物质 肝油和脂肪酸啥的 这才完成了脂肪 在人体内的吸收呢 镜头菌真心被你摔到 胆汁从生产到仓处 从浓缩到转运 最后还和营业打了个配合 彻底搞定了脂肪的代谢 这一套流程 你讲的是天衣无缝啊 别再夸歌了 伦家镜头菌脸皮再厚 也是会脸红的好吗 你还会脸红 说好的胆结石呢 这胆汁的旅程不要太顺呢 哪来的胆结石 对对对 光顾着虚伪了 都忘了说正事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下集回来 深独君带你揭晓 胆结石的形成过程 别错过哟